李清喝了一大碗汤药 难过的咧了咧嘴 张口吃掉雅娘递过来的果谱 嚼了几口又吐掉 对雅娘道 给我倒碗酒过来 虽然明知道喝完药之后喝酒乃是大忌 雅娘依旧按照李清说的给她倒了一碗酒 不过这次倒过来的是一碗葡萄酿而已 李清咕怒了一句 一口气把一碗酒全都喝了下去 这才披衣起床 坐在一张巨大的毛毡上 瞅着面前的地图发愣 兰州的地形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研究的 两山加一沟 沟里有条黄河 据说远古之前 黄河的水量远比现在要大得多 否则也披不开厚厚的黄土 最后抵达东海之冰 制造出肥美的下游平原来 李清考虑的自然不是这条黄河的历史意义 他只想弄明白这条黄河 如今到底适合不适合成为一条运兵河 国相的国策 那是前人根本就没有使用过的策略 以前的时候 所有来自北方的攻略都是从陆地上发起 而这次 国相在总结了自己南征失败的原因之后 认为黄河这条天然水道大有可为 从陆地进军 如今已然不可能了 复辟接管了青塘 利用远寨六部来固守黄水一线 让西夏军队想要再次入侵清州 成了一个美丽的泡影 远寨六部以前虽然是西夏人 但如今他们比宋人还要痛恨默葬鹅旁这个西夏国相 西夏王后利用西夏王亮座的旨意 想要重新招降远寨六部 并且为此许下了丰厚的奖赏 无奈远寨六部被默葬鹅旁伤害得太深了 他们得到的回答只有招降使者的人头 从低处向高处进攻 本身就非常困难 如今远寨六部已经被复辟牢牢地束缚在大宋的战车上 如果不出现颠覆性的变化 远寨六部成为大宋和西夏间的一道屏障 短时间内根本就无法撼动 李清看着犬牙交错的宋国和西夏之间的国境地形图 长叹一声就眼上地图 身为西夏国秦升军的主帅 他的眼前没有那一层模糊的和平障碍 从国相和宋国签署盟约的第一天 他就知道 西夏和大宋之间的和平根本就不存在 就算是定立了盟约 也只是为了下一次更加凶猛的碰撞 两国之间除非一个灭亡 否则不可能出现什么和平 国相和云征之间的烂仗达成了一个死结 云征在到清唐之后已经无力向西夏的领地进军了 除非他手里拥有至少三十万之多的真正骑兵 否则想要和西夏国在戈壁上作战 只能是一败涂地 即便他有火药这个大杀器也是一样的下场 国相如果率兵劳施远征 下场和云征主动进攻西夏差不多 云征只要拖住西夏军队 打几场消耗惊人的阵地战之后 莫藏俄旁上次的失败就会重演 其实李清并不赞争国相非要和大宋拼个你死我活的想法 他认为西夏的主力应该继续西进 既然已经到了河中了 那不妨向更远的地方推进 不论是咸海边上的花拉子摩 还是正西边的塞尔柱 论其富饶虽然比不得大宋 但是无论疆域还是人群 亦或是土地的丰饶程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今花拉子摩人虽然正在接受塞尔柱人的统治 但是塞尔柱人的统治并不成功 肥瘦的总督只知道从花拉子摩人身上获得巨量的财富 而从来不去想怎么回馈一下那里的臣民 所以花拉子摩人从未停止过想要独立的要求 西夏国的两次西征 当军队的足迹到达河中的时候 已经有花拉子摩的富商前来西夏军营 商谈借兵驱逐塞尔柱人的可能性 在李清看来这样的机会简直就是千载难遇 有人邀请自己去花拉子摩那简直就是在邀请恶狼入羊圈 只要大军占领了花拉子摩随便扶持个傀儡皇帝 而后把持军政大权 想要花拉子摩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度 还不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吗 如果可能将国度迁徙到河中去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一来 一个纵横上万里的大国就会横空出世 与其将有限的兵力安排在南边 和精锐的宋军白白消耗掉 不如派到西边去 勇猛的西夏猛士 定然能给西夏国的子孙后代 奠定一个大大的王朝 宋国虽然富饶 却有一个坚硬的外壳 想要打破这个外壳 西夏国想要不付出庞大的代价 几乎是不可能的 宋人世代以耕种为生 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西夏人截然不同 汉人出身的李清 非常明白宋人口中的那句话 非我族类齐心必义 他们没有任何的可能 会安心的臣服在西夏人脚下 宋人礼学的教化已经深入人心 他们会融合西夏人 根本就不可能被西夏人通话掉 而西边那些国家就不一样了 他们比西夏国更加野蛮 也更加落后 相比于塞尔柱人和花拉子摩人而言 那西夏简直就是西夏人眼中的大宋 同样道理 他们只会被西夏人通话 而不会通话西夏人 想起临别时莫赠儿旁 一位深长的嘱托 李清只好再一次长谈一声 他实在是想不通 事情已经到了现在 国相为什么还在想着如何经略大宋 而不是赶紧去辽国抢劫一把 然后率领族人西征 如果西征成功 即便是放弃银下故地 也是值得的 上一次是经略秦州 结果失败的场景 如今还是李清不可缺少的噩梦元素 此次经略黄河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 难道云征会从兰州成州而下去攻击银下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黄河风水期水流湍急 根本就不适合行州 枯水期水量锐减 又会形成密布的险滩 这条河上唯一的适合行州的地段 都在西夏境内 白马强阵军司干的就是这个活计啊 李清喃喃自语 郭湘啊 为何要我带着五百人来到这根本就不适合我们拘留的城市啊 不出三天 宋国就会有剧烈的反应 到时候 我到底是该继续停留在兰州 还是灰头土脸的回去呢 庞吉背着手 站在自家书房的门廊下 等待云征的到来 兰州之府的巴贝里加吉 已经呈颂在他的案头了 亥胡尔没有任何隐藏的进入了兰州 这件事兰州之府 如果什么都不知道 才是怪事情 就在自己接到巴贝里加吉的时候 云征的败帖也已经到了 两者几乎是同时到达 对于其中原有 庞吉不想去深究 只想知道云征目前对西夏的态势是怎么看的 云征今天穿得很利索 身上的轻衣换成了剑服 脚上的造靴也换成了保底的快靴 行走间声风 谈笑时似有金歌之声 这么说 云侯终于准备出行了 庞吉见云征已经做好了出行的准备 非常欣慰 放下手里的茶杯又到 征北大将军的事情弄不成 我大宋根本就没有这个直线 既然是我大宋开国至今最重要的一帐 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按照规矩来 既然大宋的国策是以文欲武 那么你出征的时候只能是京西军节度史 树梅远赴史 没有征北大将军的称号 一个征北大将军不过是个名号而已 想来云侯也不会多想吧 既然你已经做好了准备 九月初五老夫就代替陛下败将出征如何 云征笑着摇头道 现在还不是出征的好时候啊 庞吉皱眉道 老夫以为云侯今日来找老夫是来请战的 想不到云侯依旧不愿意出征啊 墨藏俄旁的汉将李清带着亥胡尔已经到了兰州 虽说兰州城如今还是雀场 却被西夏兵马驻扎 我等颜面上并不好看吧 却不知云侯再次拒绝出征 所谓何意呢 云征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庞吉道 西夏人的攻势依旧不明 墨藏俄旁个人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呢 所以短时间内西夏人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动作 敌不动 我意不动 庞吉仔细的看完云征递过去的那张纸 闭目沉思了一会儿轻声问云征 难道你认为墨藏俄旁如今在行不忍言之事 云征笑道 墨藏俄旁想干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 太后墨藏使和西夏王梁作 一个荒银一个年幼 以他那种枭雄性格如何能够忍耐得住呢 据说李清乃是西夏太后的入木之兵 所以他才会被墨藏俄旁不知道用什么理由给弄到大宋来了 想用大宋的力量钳制住李清 可是这个家伙又舍不得李清这种猛将死掉 因此就把害胡儿给派来了 如果只是李清一个人被打发到大宋 我还不敢下这样的定语 可是西夏王族老将曼捏 也被派去了红石滩主持秋收 梁作的两位奴母的丈夫高怀正和毛维昌 也在今年七月被墨藏俄旁找机会给杀了 至于灵州火赤明 更是被远远的遣送去了河中 想要从哪里回来至少需要六个月 这样的遣送 我认为绝不仅仅只有火赤明一族而已 以墨藏俄旁的老辣 他绝对不会给西夏王梁作留下任何可乘之急的 这还不算呢 墨藏俄旁掌权之后 派兵亲了屈野以西的肥沃耕地 令民种植收入归籍 大宋和西夏国建立的银兴河市上 西夏一方的岁入全部进了墨藏俄旁的口袋 所以我认为 李清之所以会来到兰州 其实就是为了恫恶西夏和大宋的商人 不得在兰州交易 必须转到去银兴河市 毕竟兰州城市西夏和大宋之间 仅有的两个雀场中的一个 墨藏俄旁在银兴河市上横征爆脸 造成了兰州城交易的空前繁荣 老江曼捏 以前把守的稻谷川山口 成了西夏王族唯一的商业命迈之路 通过以上种种 我推断出墨藏俄旁将会在近期向西夏王梁作下手了 因为他再不下手 大宋和辽国的大战就会正式爆发 到时候内讧的西夏国将什么都捞不到 庞吉笑道 当初墨赠俄旁为了扶持梁作上尉 堪称尽心尽力 当初宁令歌未死之时 西夏诸将商谈到底是宁令歌继位 还是梁作继位 墨藏俄旁光是那一句 为宁令歌妃子 且无功安得有国 就让梁作得以登上王位 而后他自认国相总揽朝政 墨藏俄旁 因在墨藏大族中为掌 朝中贵为国相 权倾朝野 出入一位 拟于王者 如此无君无腹之徒 竟然妄想窃取天权 云侯以为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 云征看着老太隆中的旁吉 恨不得一把把这个老狐狸掐死 墨藏俄旁造西夏人的反观大宋屁事 总是隐晦地提醒自己 莫要向墨藏俄旁学习 云征不相信庞吉手里会没有一份完整的西夏朝政的势力构图 宁令哥把自己老子的鼻子给割下来了 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所以您说的那些都是以讹传讹 我跑了之后 墨藏俄旁进入京都之后 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干掉宁令哥 他如何会把宁令哥留着给自己制造障碍呢 西夏老臣众多 比如诺赏仪 比如满面 比如追随西夏王李继谦开国的河西三族 哪一个不是势力庞大族人众多的 如果他不第一时间干掉宁令哥 把妹子扶上太后之位 国相一职是不是他的 那都两个说着 所以庞宫也不必觉得 墨藏俄旁此人有多么的神秘 这么说 云侯已经有了对付此人的办法了 云正盯着庞吉看了一会儿道 我是没有法子 对付这种朝政演变的事情 是旁向的拿手好戏啊 下官坚信 旁向已经在着手对付墨藏俄旁了 下官只需回家静听佳音 不去撩拨墨藏俄旁 改变沙梁座的主意就好了 庞吉依依旧笑眯眯的捋着胡须 见云正的忍耐已经快到极限的时候 才开口说道 这些事啊 老夫已经有了耳门了 前管沟军士郭恩 已经作为大宋使节去了西夏了 不过啊 他们是从朗坦镇守的河区城进入西夏的 云正听了这话 起身告辞道 既然庞宫已经有了盘算 打算利用一下左相神勇君寺和火赤明家族 云正告退 这就回复静候旁向佳音了 庞吉将云正送入书房 告别的时候 瞅着院子里已经盛开的菊花说道 十月初五 满城黄金甲之时 正是云侯登坛拜将之时啊 云正点脸头道 是我一人吗 韩齐代替陛下去河北铸造拜将台 为敌帅挂印 文彦博代替陛下去清堂 为副帅挂印 欧阳修去环州 替陛下去为崇厄挂印 社稷坛挂印出征者 为云侯一人而已啊 哎 所谋者太大了 云正叹息一声 庞吉黑黑笑道 大宋啊 如今有这个资格 哈哈哈哈 云正也笑了起来 郑重的朝这个老家伙失礼之后 就转身离开 五年来的精心准备 大宋的钱库的钱已经堆积如山了 四边之地的粮仓已经满得快要流出来了 清堂滇西两处的羊马场 数以十万匹的战马正在从羊马地离开 浩浩荡荡地向河北向太原府挺进 前所未有的富足强大 给了庞吉等人无与伦比的信心 他们都想趁着这个黄泉最为低落的时节达成大宋自建国以来最大的一个梦想 坐着马车回家的时候 东京城依旧是那样的人头永永 繁华鼎盛 王安石变法并没有改变这座城市 庞大的商人群体 顽强地抵抗住了王安石对他们的截略 被压抑之后的大宋商骨反而爆发了无穷的活力 紧紧的抱成团之后 把王安石主持的国营商家打得落花流水 国营商家爆发出层出不穷的丑闻 让曾经雄心勃勃的王安石彻底地感受到了失败的苦涩 他唯一可以自豪的就是重创了庞吉 韩琪 云征 文彦博 傅毕 以及后组这些豪门大家 瞅着自家冷冷清清的店铺 云征下了马车走了进去 白手拒绝了掌柜的要把自己迎进后堂的举动 反而饶有兴趣地盘点着自己铺子里的存货 满面笑容 一个老玉走进了店铺 指点着柜台里的苏和香对云征道 伙计啊 把苏和香给老申拿过来 伙计才要喝吃 云征却笑嘻嘻地把苏和香盒子拿了过来 打开之后笑道 哈 您要苏和香是要驱痰呢 还是治疗外伤呢 老玉瞅瞅云征 怒道 老申治搔痒难倒不成吗 谁要你摆在门面上的尘药 还不去把今天的新药给老申拿来 早就听说你们这些大商铺不仁意了 竟是糊弄我们这些百姓 云征笑得更加开心 见柜台底下还有一盒子苏和香 就取出来放在案子上笑道 哈哈 这是遇见一位识货的老人家了 您再看看这盒子苏和香 色为棕黄色 半透明 挑起成胶质 可挑高至影尺 年丝仍连绵不断 年丑 含有足 半透明 气香浓 是今年的新品啊 最适合您了 老玉把鼻子凑过来 仔细地闻了一下 满意地点点头 这才丢过了一个小小的瓷瓶 示意云征用苏和香 把这个小小的瓶子装满 云征愁着那个 比指头肚子大不了多少的小葫芦 笑隐隐地挑起一块的苏和香 让粘稠的苏和香 慢慢装满瓶子之后 这才停手 老人防贼一样地取过瓶子 还在桌子上把瓷瓶蹲了几下 担心云征不给他把瓶子装满 见瓶子确实装满了 这才从腰带上 借下一个小小的钱袋子 排出三十枚铜钱放在桌案上 瞪大了眼睛 看着云征数钱 直到云征确认的确是三十文 老玉这才松了口气 扬长而去 掌柜的探口气道 哎 侯爷 咱们家的生意如今非常的难做啊 官家把我们的信誉全都给毁掉了 那个天杀的王安石 临死都要拿我们来垫背 商业上的那点秘密 被他张榜公告的干干净净 如果是这样啊 也就罢了 他还针对我们掌握的这些独门货物 专门制定了所谓的官服价格 他们做不了 就把价格彻底的压制下来 您也看到了 刚才那个妇人买的那些苏和香 以前至少要五百文啊 被官家张榜公告之后 就剩三十文了 云征笑眯眯的道 很好啊 东京城的所有货物价格都给打下来了 那么距离货物紧缺也就不远了 云家的铺子把这些货物卖完之后 就关门歇业吧 正好啊 你们的家眷已经去了登州 你们把铺子收拾一下 也去登州吧 海外的桃花岛已经修建的差不多了 另外趁着东京如今货物价格低廉 能买多少物资就买多少物资 去了海外用得着的 掌柜的笑道 侯爷啊 咱家留在东京的铺子 也剩下不多的几个了 老奴啊 这就去把侯爷的话 传给别的掌柜 你说咱们家真的能在海上立住脚跟 如果有顾虑就不必去了 家里留在大陆上的人也有很多呢 沿海的商号也需要你们去照看 没必要非得去岛上 我去岛上啊 就是为了求个清静 你们不要把去不去岛上 和忠不忠于云家联系起来 我其实是不太赞成 大家都跑到海岛上生活的 一番话 把掌柜的说得鼻子酸酸的 这段时间 随着云家开始正式向海上发展之后 在云家的体系中 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其中一种人认为 不随着云家一起去海岛 就等于背叛 另一种认为 云家即便是去了海上 也离不开和陆地的联系 没必要把所有人都弄到海上去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出自军队的缘故 第一种声音的人占据了大多数 像香料店掌柜这种故土难离的人的日子 就非常难过了 云针又笑着说道 其实店铺现在的样子也挺好的 暴力时代结束了 所有人都开始老老实实的赚钱了 至少再暂时是平等的了 其实平等这个东西 就是我要在海岛上给你们的最大礼物 好了 不说这些话了 你赶紧去收过货物吧 好大一家人将来的日常所需 还需要你们供应呢 安慰了掌柜的之后 云针又上了马车 这一次他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坐着马车 好好地把东京城又看了一遍 城外正在修整护隆河 城墙也在加盖马面 战争的气氛非常浓厚 只要是东京人都知道 八荒争凑万国贤通这八个字 开封城就是因为具有当时 长安洛阳无可比拟的交通优势 才成为大宋国都的 但是开封地处中原 无山川可逝 此所谓八面受敌 乃自古一战长尔 为了避免时尽无备 弃单一举直显京师的历史悲剧重演 对东京城坊体系的构筑 可谓处心积虑 自太宗起就大力迎建东京城池 并完善城坊设施 以充作人造屏障 送东京城的外城 内城 黄城 三重相还 并绕以内外城豪 将东京坚固严密的保护起来 大战将起 不求伤敌 先求自保的理念 在东京城非常受欢迎 因此 东京城今年迎来了最大一轮的城墙整修 传说 修建东京城城墙的土 取自虎牢关 那里的土 尖如铁石 即便是受到石炮的轰击 也不过会微微下凹而已 云征并不关心东京城的城坊 虽然 东京城的城坊 如今主要是为了防御火药弹的袭击 而进行的一种修整 他也不关心 他不认为 自己以后还会和这座雄伟的城池有什么纠葛 路过宣武门的时候 他停下马车 走进路边的一家小店里 吃了一碗馄饨 路过越马桥的时候 又用了一碗凉粉 云家的农庄就在黄河边上 九月的农田里 除了迷子之外 已经没有多少粮食长在地里了 靠近农庄的边上 还长了很多的青菜 萝卜 这些东西 马上就会被农夫们挖出来 然后晒成干菜 整个冬天就指望他们来下饭呢 因为王安石来过云甲农庄 所以这里也是种灾区 原本河滩里也有好几百亩地呢 如今全部被官家没收了 满河滩都给种上了树木 其中以柳树最多 没心思看黄河 这条河带给东京城的只有噩梦 陆青莹就在庄子里盘障 这是秋收之后必须要进行的家务 其实以陆青莹三品告命的身份 根本就不用来干这些事情 他之所以会来这里 唯一的原因就是 这个农庄是云征官田的所在地 一个偌大的农庄 一年的产出 还比不上一间城里的铺子 农庄对云家来说 其实就是个赔钱的存在 庄子里养了五百多退役的伤残军人 每年收割的粮食 甚至供不起他们以及家眷的吃喝 还需要家里不断地向农庄提供救济 其实每一个农庄家里 都有一个这样的赔钱存在 如果一个豪奢的家庭开始败落的时候 不论农庄是否赚钱 它永远都是最后一个被处理掉的地方 当一个农庄开始出售农庄的时候 就说明这个农庄之家 已经丧失了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钱没了可以再赚 最后的一点人没了 这个家族也就彻底的完蛋了 从无例外 在云家的计划中 东京城也是需要彻底退出的 因此这块农庄需要重新换个地方 在云征看来 南边的杭州就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庄子里的人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了 不论是星盘的人还是专门放在这里的杏戈基地 都已经随着云二去了登州 在登州上船之后就会去最近的野驴岛上 然后开启云市征服大海的第一步 云征在路边上等了很久 才看见路庆盈的马车从农庄里走出来 夫妻二人见面 相视无言 没了坐车的心思 云征就牵着路庆盈的手沿着河边漫步 只要走过这个巨大的回水湾 就能看到东京城的西门 云家的农庄位置距离东京城非常的近 坐马车半个时辰就到了 不像王安石家的官田 给人感觉好像已经快到天边了 十月初五 灯坛败将 这是庞基给我的最后期限 切身知道了 家里就交给切身 您只管全力去对付辽国就好 没那么简单 西北的局面也非常糟糕 莫曾俄旁似乎要自己称王了 朗坦一个人是没办法应对 何去一代的复杂局面的 而我当年在兰州埋下的钉子 似乎并不尖锐 五年时间太长了 会发生很多预料之外的事情 当年最错误的决定 就是让一男一女去做这件事 时间长了 这对男女就会生出好几个小男女出来 你也知道 只要出现这种状况 事情就失去了控制了 鲁青莹挽着云正的臂膀 您现在其实不是很在乎这些事吗 是的 只是今天好像有些伤感了 原本我以为自己是个没心没肺的人 可是到临头才发现 自己还是有非常多的不舍的 刚才我站在农庄的外面等你出来 看着田野啊 没来由的一阵阵心痛 这样肥沃的土地 我们就要抛弃了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农庄室的欣喜 还对我说 这是可以传承子孙的风水宝地啊 这些年 你对这里付出了无数的心血 现在要抛弃了 我多少有些怕见你 对不起啊 让你失望了 鲁青莹仰着脸笑道 您从未让切身失望过 当然 除了那个该死的奎明 云正拿手暗暗 鲁青莹小巧的鼻子 就挥手叫过马车 两人一起上了马车 天边的晚霞已经出现了 再不回城 今晚就进不去了 修整城墙的时候 无论是谁 夜晚都不得闯关 这是历尽 云府也比往日空了很多 只剩下老廖在门口迎接家主 家里的仆役也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几个 云二带着大批的护卫 已经提前离开了东京去了登州 皇帝同意将云家的官田置换到南方去 为此 云家的官田等级和规模调了两个等级 云正相信这已经是皇恩浩荡了 别的将军如果胆敢在上阵之前提出这个建议 等待他的将会是大宋朝廷对他最严厉的惩罚 韩奇奏表说 此风不可掌 葛秋燕进来帮云正和主母换掉身上的衣衫 端来清水 让他们静念之后 低声说道 从今天起 妾身就陪父亲和姐姐一起住在这里 鲁青莹叹息一声 点了点头 孩子们也进来 这间屋子是咱家最安全的所在了 云正对两个小心过度的女人 无话可说 见他们已经开始安排自己走后的事宜 也不多说话 见孩子们哈欠连天地走进来 就把他们一个个都安排在床上 好在这张床足够大 睡了四个孩子之后 还足够睡两个大人的 不论葛秋燕如何反对 依旧被云正给退到床上去睡了 今天在外面转悠了一整天 也没有刺客登门 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只能说明 在皇家侍卫暗中保护下 那些刺客 又重新安排了刺杀方略 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了下来 大宋和大辽的国土太大 人口太多 两国之间这样的大战 不可能依靠偷袭来完成 这将是一场堂堂正正的两军对垒 将是一次国家实力的真正较量 所有人都期盼这一张 能够奠定大宋百年之后的国运 契丹人想要杀死云正 西夏人想要杀死云正 大理人想要杀死云正 就连吐蕃人和娇之人 也想杀死云正 为将十余年 云正的仇敌 已经满天下了 对于这些敌人想要杀死自己 云正完全能够理解 然而来自国内的敌意 就让云正感到非常失落 自从背着云二 从山林里走出来 开始接触大宋人之后 接受到的恶意 远比善意更加的多 一路血腥的走过自己的道路之后 回首左右已经没有多少追随者了 此时的云正感到无比孤独 特意调小了灯光 院子外面有厮杀声传过来 葛秋烟疲异而起 却看到丈夫坐在一斗灯光下 正在看书 一只手朝自己摇摆一下 示意她莫要把陆青莹和孩子们吵醒 刺客来云家 不过是在找死而已 能这样急促地刺杀自己的人 除了契丹人之外 再无旁人 也只有他们才会苟急跳墙 不过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正常 然后就做了吗 不知道 我觉得举的 我可以认识